当我们操作的就是咱们提供了 当我们什么一系列方法的集合 对吧 用于操作一条毛和和插毛 可别是css 他是不是没法直接操作css 他对css的修改和查看全是间接的 咱们讲一个东西 还是按原来的顺序 增删改查 咱查看元素 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和特性 首先在讲这个之前 咱们先了解一个东西 咱们这个document是一个对象 咱们知道吧 这个document上面有一些属性和方法 但是这都不是重点 我让你知道document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单独的写document 它代表的就是 单独的写document 它代表的就是整个文档 它代表的就是整个文档的一个gs显示形式 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现在我写个div 如果我通过一个方法 把这个div选出来了 是不是把这个div选到我gs里面 可以用gs去操作了 对吧 对不对 对吧 把这个选出来了 可以放到gs里面操作了 这是这个div在gs里面的一个展现形式 能懂意思吧 然后整个文档 它是不是也有一个 如果说整个文档 它也能用gs来表示的话 那就只能用document来展示 能懂意思吧 就是整个文档 什么意思呢 整个文档 现在咱理解的整个文档的最顶级标签应该是什么 就哪个标签能包含能代表基本上能代表整个文档 哪个标签 是HTML标签 HTML标签基本上代表整个文档吧 对吧 如果说听说 如果说给HTML标签上面再套一层标签的话 这个标签就是Document 如果说 我说如果说给HTML上面再套一层标签的话 这个标签肯定就是 Document标签 也就是Document是 它真正代表的是整个文档 而HTML只是文档里面的 什么 只是文档里面的根标签 能懂意思吧 它只是文档里面的根标签 换句话它只是文档里面的最核心最主要的部分 它还不能代表整个文档 能明白什么 它还不能代表整个文档 也就是说HTML上面肯定还有人 但是没有在代码上显示 不信你看 我打出Document一回车 然后我把鼠标挪到Document上 你会发现 是不是整个文档全变色了 对吧 它才是真正代表整个文档 能明白意思不 它才是代表整个文档 Document代表整个文档 然后呢 这块了解到这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 Document上 它还具备很多的方法 咱们首先听好 咱们有个大前提 咱们接下来讲的全是 查看这些元素的方法 查看这些标签的方法 比如说现在 我这个div写到页面里面了 我既然是想操作你 那就肯定先找到你 对吧 找到你 第一个方法 怎么找到你呢 在Document上有一个方法 叫getElements ElementsById 其实这个过程 我都不用深讲 这个过程跟咱们的CSS过程极其的相似吧 是不是极其相似 咱们CSS想找这个元素 想往他身上放这个装饰材料 是不是得先找 对吧 找是不是分析几种方法 我通过ID找啊 还是通过标签名找啊 还是通过class找啊 还是什么什么各种 对吧 伪类伪元素什么的对吧 都能找着他对吧 咱们这个过程 在GS里面找一个元素 和那个过程基本上类似的 只不过就是写法上 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 它写上代码了呗 那个直接写属性了 第一个方法 叫getElements 我多加个S 第一个方法 叫getElementsById方法 就是说getElementsById 这个方法可能是以后学来都比较长 这个比较好记 getElementsElements 我拿到元素 我用什么呢 用ID来拿 他说通过ID 来的标识 我选择你这个元素 能懂我对吧 那一个ID对应几个元素啊 ID和元素之间 是不是一一对应呢 唯一标识对吧 所以你通过ID去选元素 你能选上了一组吗 不可能对吧 从语法上是不是也不可能实现 所以说这个你看啊 他写英文上是不是写的很科学 getElements 没有S 刚才我熟 比如说现在我给他加一个ID ID呢可能叫only 然后我通过这个only这个方法 就能把这个元素给选出来 记住后面这个选出来的是一个 不是一组 所以你用不着加小脚标什么的 什么东西吧 保存 再看这个DIV 是不是被咱们选出来了 被咱们选出来之后 咱们可以操作了吧 对吧 可以操作了 这是这个DIV 比如给你们加点东西 再一刷新 再看这个DIV 是不是代表这个加点东西 一个DIV了 对吧 这是把它拿出来了 那具体怎么操作 咱们后面再说 挨牌讲 乘起细讲 这是第一个方法 有没有问题 没啥问题吧 然后第一个方法 有几个小的注意点 这几个注意点 你可以忽略 但是我得给你讲一下 就是在i18以下浏览器 这个ID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不区分大小写 就是大写ID和小写ID 代表是一个 在i19以上就不是了吧 i19以上就不是了 i18以下 就不区分ID大小写的 而且返回这个匹配内容 和这个name值 也可以相匹配 就什么呢 在i18以下的浏览器 比如说i17和i16 你虽然说getelement by的ID 如果这个元素没有ID的话 它的name值 等于only的话 它也能被选出来 明白我意思吗 它也能被选出来 比如保存 现在刷新 现在我估计够呛 现在就不行了 但是在i18以下的浏览器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回去安一个试试 你不用安 你的i1自己可以调版本 你i1的自己控制台上 可以调版本 i1都有这功能 更改版本 你可以试一下 底下浏览器 i6 i7 你试试这块写 getelement byID 写个ID名 有一个name名 和你选的ID名 是一样的 这个元素 你看看能不能选出来 一定也是能的 我意思吧 这块作为一个小的拓展 你就先记一下 当然这块是对咱开发 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因为不会用 然后这一块 第二个方法是 getelementbytugname 来看啊 第二个方法是 getelementbytugname 这个方法 来 接这个我先写着 这是第一个 id 来 第二个方法 就是也能选中这个元素的 注意听啊 这个方法呢 是getelementbytugname 看好 getelementbytugname bytugname是 tug是标签名吧 是不是通过标签名的写 也就是说标签选择器吧 通过标签名的方式来选择你 对吧 通过标签名的方式来选择你 OK 那这块填啥里面 div吧 这块填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咱们back了 id的时候 是不是也没写那个型号 记住啊 都不用写 那个特殊型号 什么点 都不用 都不用 bytugname 就直接写div 那这句话啥意思 把页面里面的所有的div都拿出来吧 把页面里面的所有div都拿出来啊 那就好办了 那拿出来的肯定是一组啊 即使只有一个 是不是他也得成一个数组来展示 同不同意 比如保存一下 你看现在哈 现在这个div是不是就一个组 即使之里面只有一个 是不是他也是一个数组 因为这个方法特定了嘛 就是把所有的div拿出来 扔到一个数组里面去 对吧 然后我说一下 这一块这个并不是数组 如果是数组的话 是不是得有数组的一些方法 push是不是肯定行 一回车他告诉你 报错吧 告诉你push is not defined 对吧 push is not function 对吧 说明啥 说明他这 类数组吧 是不是类数组 咱是不是说过类数组的好处 既能当数组使 又能当对象使 对吧 把他俩的特点能结合到一起 对吧 如果你想要数组的方法 你就把数组的方法 是不是放到他身上行了 你要不想用 那你不用放这完事了吧 对吧 这是一个类数组 记住 咱们dome开始 一切生成的 系统给咱们生成的 成组的东西 听我说 再说一遍 咱们学dome开始 dome bomb 包括以后的一系列东西 一切系统给咱们生成的 成组的方式 基本上全是类数组 基本上全是类数组 没有什么特殊的例外 基本上 所以我想取这个div操作怎么办 我想取这个div 是不是得加个零 就把它弄出来 对吧 你要不弄出来的话 怎么办 刷新 div 是不是现在这个div 代表第一个div了 这回你div 点style点 什么这个 这个 background color red 是变red了 对吧 王子健呢 你咋做那么低呢 来 123 div出来 再来这个 是变红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不加这个零的话 这个div 是不是代表的是一个数组啊 你输足点style 点background color 你看他报 报错 说报错啊 他报错 报错 这个我写错了啊 再来 他是不是也报错 对吧 没有background color啊 OK 所以这块啊 get elements bytugname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传用 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bytugname方法 没有任何的这个毛病啊 兼容性特别好 IE4都能用 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任何浏览器上 都可以正常的使用 能懂意思吧 都可以正常使用 而且 它是咱们最主流的用法 你说这个不对啊 咱们css里面 你不提倡我 提倡咱们说 用这个class吗 说能用class都不用累吧 对吧 都不用 能class都不用id选择器 对吧 都不用id选择器啊 但是在咱们gss里面吧 在这个class 确实也挺常用的 但是没有那么常用 为啥呢 有一个方法是 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这个by class name 它有个问题 好使倒是好使 但是问题是啥呢 比如说现在我写个class啊 比如这块 那我这块得写啥 写demo吧 是不是选上来的也是一组 因为class多对多的关系 对吧 是不是选上来也是一组 OK啊 那现在我里面写个 比如说写个零 它把这个div也选出来了 没问题 正好可以操作啊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方法并不是所有浏览器都好使 这是它最大的问题 它是有兼容性的问题的 就是通过class名 类名来选择这个东西 它是i18和i18以下的浏览器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i19以下的浏览器 是不是没有get elements by class name 方法 能懂我意思吧 正是因为这样 它变得没有那个tugname 更常用 更灵活吧 这个tugname方法 随便在哪个浏览器都行 对吧 所以说咱们真正用的频率高的是 这个get elements by tag name方法 而不是这个by class name方法 能懂我意思吧 但是class name 是不是来新版浏览器可以用 对吧 新版浏览器可以用吧 然后说下这个 get elements by name方法 就是by name方法 你可以通过name的方式 来选择这个元素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就这个方法 咱们不是很常用 但我得告诉你 确实是有 get elements by name方法 就是有一些标签 写上name 你可以通过name的方式 去选择它 比如说input 里面是不是可以有name name代表啥意思 是不是数据名 对吧 是不是数据名 然后get elements by name方法 get elements elements by name方法 他选上来也是一组 怎么看他选上来是一组 但凡带s的都是一组 对吧 换句话说 除了id以外 全是一组的 除了id以外 你任何一个选择元素的方法 全是选一组 那现在这个div 是不是也选上来了 里面有一个 就是div是个数组 比如你后面加一个零的话 他会把这个div给弄出来 对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比如现在你写个div 里面也加个name name的abc 什么点 行 这回来吧 abc高存 刷新 div 也有 我给你弄个 弄不了了 现在看看 有没有东西弄不了 A标签 P标签 P标签 不有name吗 现在是强大了 但是什么呢 这个name我还是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name属性 现在新版本的浏览器 虽然说也都好使 但是往前再推几个浏览器吧 这个name属性 并不是在所有标签上都好使 因为你要知道 name这个属性 是有自己的根本含义的吧 它根本的含义 是不是能提交数据的 这个东西的数据名 能提交数据的组件的数据名吧 对吧 它是不是表示的是数据名 否则你家name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 对吧 所以说只有理论上 理论上只有部分标签 这个name才可以生效 比如说表单 是不是form form是有name的吧 表单元素 就是什么 表单元素就是里面的一些 组件呗 input 各种input 对吧 各种input 表单元素是可以的 然后image是可以的 image也可以提交 它因为它可以发送数据请求 我以后再说 然后iframe 它也是官方的可以加name的属性的一个标签 其他的标签 你像div 你加name干嘛呀 有用吗 那东西 没啥用吧 对吧 给div加name是没啥用 但是现在的浏览器更新版本比较高了 它每个月都是完善新技术 所以你现在给div加上name 它也能识别出来 但是我跟你说 我跟你确切的保证 在之前浏览器里面 你给div加p标签加name 是一毛钱用都没有了 能懂得有意思吧 因为这是官方的语法规定 w3c语法规定 能懂得有意思吧 这是官方语法规定 所以这个name属 name这个东西 你看看就行了 咱开发的时候也没人用的 没有用的 没人用的 因为全可以拿class和id和标签名来代替 都可以这么找 明白的意思吧 行吧 然后现在咱做几个小例子吧 虽然说咱都熟悉 好咱做几个吧 div乘3 然后p标签 我现在想把div都拿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 get elements by什么 by tag name吧 是不是里面写div 是把div的一组都拿出来了 这个div是不是一组 然后这个组是不是还有lens 所以你可以循环便利它对吧 有lens是不是有组就可以循环便利 对吧 那现在我想拿第二个div怎么办 div是不是它代表一个组 div1是不是第一个第二个div了 然后拿到第二个div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操作它 比如inner html给它放个123 给它里面加那种123 能不能是吧 inner html以后再讲 现在说一嘴就 然后我想选p标签 这个p标签呢 p标签在div里 外面还有p标签 我想选里面的p标签怎么办 咋办 咋办 by啥 多简单呢 你照顾bypadname呗 bypadnamep是不是选两p 然后你放第一个零 不就完事了吗 这没代表第一个了吗 对吧 多简单啊 然后再看 我想给第一个div 第一个p加个demo 那我要选它 是不是能方便点 by啥 byclassname对吧 byclassname classname这块贴 但是写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 尽管你的页面里面只有一个叫demo的class的元素 但是它选出来的仍然是一组 仍然是一组 你想拿出特定的一个 你就必须得加下脚标吧 必须得加什么方向号 击击击对吧 必须得加 好了 那现在 p 是不是这个了 对吧 对吧 然后byid方法 咱们还行 因为我跟他讲 我不知道跟他讲不讲过 id在咱们页面里面出现的频次是最少的 比name还少 比任何东西都少 为啥能成个id不挺好使的吗 一一对应的 又唯一标识 虽然说挺好使 但是咱们在开发的时候吧 这个程序 编程者的规范 它发展了很多年 大家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瞎写 后来成体系化了 大家互相要求说 你这么写 你这么写 然后再到后来连接调试 后端和前端再互相要求 你这么写 你这么写 导致到最后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这个id 一个页面里面只能出现几次 甚至说只能出现一次 这个id呢 作为咱们模块的一个总称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模块 叫content 叫content 这个行 这还生生不了 行 没有那个line插件 不管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写一个写一个总的区域 叫content 叫content 叫这个 别的了 塞个什么 叫塞个什么 这是一个片段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片段 我们这个片段里面 包括我们的所有代码 就是很多人 他会拼成一个大的一条门文件的 那东西 对吧 就是每个人写的东西都叫一个section 都叫一个片段 可能有一个人写的是一个主体内容 是一个content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比如说我这个section 这一个section里面 我要写很多 比如写很多div 写很多批标签 写了一个针对性的页面 比如说淘宝做那个手评 那东西 对吧 你的一个手评 基本上就是一个section 就是一个大的section 针对于全局了 那这个section是你开发的话 你的section上面要添一个ID 写上你section的名字 比如说你的一个片段 名字呢 可能说是这个 比如说GC 或者什么什么名字 然后这个ID 它会作为后端PHP 或者后端GSP的一个抽取接口 来把你这个ID 根据你这个ID名 来把你这个section来抽取掉 然后最后 它会把你的ID名给你换了 换成它想要的 能懂我意思吧 它能改变你代码 因为咱们要代码整合 最后它根据你的ID抽取 然后最后会把你的ID给换了 能懂我意思吧 你的ID一开始只是作为一个编号 00102什么的 它最后把它换成 它想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根据你的ID 去写东西的话 那就毁了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一开始 我刚入职的时候 我也不明白 我就经常写这个 写这个负责选的系的时候 我就写ID什么时候 你比如说这样 我经常写SCGC 然后下面收拾东西 点啥啥啥啥 最后发现一连 正常自己在运行的时候好使 一连接调试 把俩成一连到一起就不好使了 完了怎么找 找不出来这个错误 后来再一看 他们提醒我说 你ID不能写 你ID这么写的话 他们后端抽取的时候 把你ID都变了 可能说他最后给你变成ABC了 他把这ID变成ABC了 你刚才写的东西没有了 能懂我意思吧 他写的都没有了 所以说ID 你既不能写多个 也别太依赖它 能懂我意思吧 也别太依赖它 而且来说 这个ID一般作为 这个顶级框架的 一个名称存在 一般不作为 这种选择器来存在 选择器的话 只用class 能懂我意思吧 我们的HTML里面 选择器最多数多数 只用class 不信你看淘宝 他们的页面 很少出现ID吧 你见过吗 是不是都没有 咱们写淘宝 你见过ID吗 说没有 从来都没有吧 从来没有 千万别拿ID写东西 显得多了 不专业啊 这下期咱们会有作业的 咱们作业是磨写几个页面 什么叫磨写 我先说一下 磨写就是模仿着写 你照的代码8 照的代码8 挺好了吧 照的代码8 但是你能读懂人的代码 也是有本质的东西的吧 你看看人 写的时候 我会给你留几个经典的页面 非常经典 这几个页面写完之后 基本上你通吃了就 然后照的代码我还抄 当然有一些CS3的属性 咱们还没学 但你可以自己先理解理解 但学完之后 你会更厉害的 照着人家代码去写 看人家怎么布局 关键看他怎么布局 怎么处理细节的 那东西是吧 怎么看看人家怎么聚中的 怎么实现两栏呢 他布局为什么是反着布局的 好好考虑考虑 那东西是吧 你像淘宝是不是就反着布局的 对吧 把主体信息放到最前面吧 然后是为了什么 为了啥 淘宝把主体信息放到为了啥 为了如果网速不通畅的话 没有CSS的情况 是不是先把主体信息优先显示 对吧 淘宝不分三列吗 中间对吧 左列中列和右列对吧 他会把中间这一列 中间列列你看着好 逻辑上顺序是不是在第二个 但是他排的不是第二个吧 对吧 他排的不是第二个吧 他是先写中间 再写右再写左对吧 是这样一个顺序 也就是说他正常 如果说没有一个 如果说网速不畅 或者在山区里面 你加载不出CSS的ATM的时候 他怎么让他显示淘宝呢 他会让中间的主体信息 首先聚上 因为他按顺序写的 先写中 再写右 再写下 他通过CSS 把它拼成一个正常的 一个横的排列图形 如果没有CSS的话 他是不是按 他写的逻辑去排了 对吧 中间的主体信息靠前 对吧 他们都是有一个商业逻辑的 可以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 咱们编程数 你不能说过来编程逻辑 你得商业逻辑 配合编程逻辑去组合 行了 讲了几个这个东西 上面这些事物都没问题 没问题吧 好 加深 咱们还有两个选择器 那是特别牛 都牛上天了 第一个选择器 叫Query Selector 第二个叫Query Selector All 咱们真是幻想有一天 咱选 在GS里面选择元素 能够按照CSS的方法选 这多痛快 我CSS里面比如说DIV下面的直接几次元素P 再下面的什么什么Class 这能选的元素是不是方便多了 给咱们感觉 对吧 省着什么什么括号什么什么着的 对吧 然后还给我们弄的还比较麻烦 如果能按照这种方法选 是不是皆大欢喜 对吧 能不能呢 还确实能 比如说这个方法叫Query Selector Query 这个Query呢 在单位的时候 他们经常管的叫Query 经常管的Query 读音是非常不标准的 但是你进去的之后 你会发现所有人读音不标准 你要读音标准的话 你就显得是异类的 对吧 为啥他们这么读呢 因为这么读方便 确实方便 我还特意问过他们 我说你们都文盲吗 对吧 还有海归回来的 你不知道这怎么读吗 他们都这么读啊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Query 在这个公司里面 是一个触发词条的意思 比如说你搜的每一个百度关键字 它都是一个Query 对应的一个关键字 它会触发一系列的东西 因为我们原来做搜索的嘛 对应的一个关键字 它会触发一系列程序 给出无数个页面 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 最开始的工作 都是做这种触发词条 比如说美团 我们会单独给美团 单独做一遍 你搜美团 美团从上到下 展示出的所有的页面 都是我们做的 那不是做模板生成的 那都是单独定制商家的 每个商家来定制 比如说 大伦点评 比如说美团 比如说饿了吗 来给你定制 说我要需要一个搜我的话 用户搜我的话 我的展示页面 要和别人不一样 我要绚丽一点 这种东西都是人做的 你看一下 你搜美团 你搜完美团之后 为什么第一条信息 这块会有一个 横着的logo 加上这个文字 为什么这块会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客服这块 会这么来显示 这都是人编的 这不是和系统生成的 这都是咱们前的公司编写的 只不过把这个框架写到这 这客服到底里面放图片 什么不知道 但框高大小 位置功能 咱们都定义好了 这个数据管后台要 管后段要 如果拿数据 搜的是谁 放里面 这回事 可能在这个里面 看的还不是很明显 但是你要在移动端里面 你看这非常明显了 移动端 刷新 百度 咱搜个美团 你看看 你看到了吧 移动端是不是这个功能挺多的 你搜完之后 为什么这个页面 出现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你搜其他 他不会出这种样子 这都是定制需求 能懂得是吧 这是定制需求 比如说你搜这个大众点评 你搜大众点评 是这样的 点评和美团 你看 下面这块是点评的一个单独的 再搜点什么特殊的NBA 你会发现一搜NBA 是不是整个页面都变了 这些个东西都是特殊给他编写的 都是特殊编写的 这不是说你触发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你能想象到他需要的人力得有多少 针对每一个词条都得有特殊的一个编写 能懂得意思吧 这个NBA就是一个query 就是一个query 刚才美团就是query 你要说美团网的话可能就是另一个query了 针对每一个东西他触发词条都得给他编写一个东西 他需要多少人力 而且这个东西还是好几个星期以后就需要重新更改 重新排版的 需求是每年不断迭代的 一年能迭代七八四 就可能你写一个项目 一年都改七八回 可能这回改完之后 下回改的需求和上回完全不一样 就重写了相当于 每次都这样 而且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公司上线的时间都是每周三每周四 比如说你要特别经常搜一个词条 比如你经常搜NBA的话 你就看网页段这个信息的话 你会发现每周三每周四 会有一个动态的更改 比如样式的小调整 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小调整 一般都是周三周四上线 周五你正式能看到效果 上线时间一般是后端先上线 就是数据先上线 然后前端展示层再上线 然后最后频道一起实现 最后能展示页面的效果 应该是在每周四晚的六点左右 根据公司的不同时间也不太一样 但一般都是晚上能看到新的东西 可能你们没太关注这事对吧 我们那时候是调试嘛 自己上上的东西自己看 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问题的话赶紧下线重新做的 就现在网上还有一些我做的东西了 等等再给你们搜一搜 你搜那高考 搜高考出来那些词条 你搜这个酒店 搜这个酒店现在还是我的应该 但是音乐好像不是我的 你就查那个音乐的词条 基本上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负责的那种 还有购物的词条 原来我负责的一个大项 原来我是那个部门的一个小总监 算命的小总监 小主管吧 我搜那个大项 你搜这个购物 神马搜索里面的购物词条 全是我写的 也不能说全是我写 全是我负责的 我写了一部分 写了一部分 剩下都是带在下面的 这个他们写的 但这个还不算多厉害 后期咱们有一个 上课的一个 一个你们松哥吧 咱就不用叫老师了 松哥过来 整个的这个百科 都是他们负责的 百科和Oto 整个百科 一个单独的一个大页 独立页 要独立功能 一个百科都是他们负责的 特别厉害 小说百科都是他们做的 就原来特别出名一个神马小说 你们知道吧 就各种免费神马小说 就他负责的 现在不行 版权问题对吧 版权问题 行了 讲这个 query selector 不撤了 query selector 这个东西的方法 它也在 document上 是document的一个方法 就query selector 它好玩 它里面添的模式 可是和咱们那些 和咱们理想的模式 基本上是一致的 比如说现在 我要选择一个 我要选择一个 strong 这个strong 在div下面的 span下面的 strong 对吧 然后再来个div 下面再来个strong 对吧 正常来说 我想选这个strong的话 是不是得都可以选出来 然后查数第二个 对吧 但是这种情况下 就不需要了 它可以怎么写呢 这里面你写的东西 你css里面 怎么选这个strong 你在这就可以 怎么选这个strong css咋写 换句话 里面就写css选择性能 对吧 div下面的直接子元素 strong 再来个 divspan 再来个直接 再来个strong 咱们耍一下 对吧 这就好使了 怎么弄都行 这个好使 比如说现在 再玩一下 class来个demo 然后给它来个123 我在后面点个点 这是不叫并列选的线 你说这么复杂 能不能好使 完全没问题 它识别的就是css 保存 是不是就能选出来这个 我起错名了 叫死状 对吧 它是不是就能选出来这个strong 没问题吧 而且这个queryselector 选出来的是几个人 是一组还是一个 一个吧 不是一组吧 对吧 不是一组 是一个 然后与它相对应的 同样可以里面写css选择器的叫 queryselector all queryselectorall就是选一组 就是选一组 你尽管说里面可以选css选择器 但是他认为的就是一组 他给你选出来的是一组 能懂得意思吧 就是strong1 你看strong和strong1是不是有区别 strong1就是一个数组里面放一个 对吧 strong1 这俩是有区别的 那你说综合咱们起来看哪个方法都方便 是get的方便还是query的方便 是不是query的方便 因为它写的就是css选择器 你咋写都行 对吧 你css里面怎么写 这块怎么写 对吧 然而他并不用 说为啥总 对吧 现实总这么惨酷对吧 为啥怎么不用呢 这么好的方法为啥不用 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说不兼容的问题 确实这俩哥们 在i16和i17上没有 没有这个方法 首先第一点先讲一下吧 i16和i17一定记住 i16和i17 也就是i17以下 并没有queryselector方法 但是i16和i17咱现在并不用了 也就是说这个缺点 是不是对咱们没啥影响 对吧 第二个缺点要命了 第二个缺点我还没写到上面 第二个缺点是实时性的问题 这个queryselector和queryselector 它选出来的元素不是实时的 就是说不是实时的 哎呀不是实时的 啥意思呢 我先给你举个例子吧 先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现在吧 OK 我有三个div 我有三个div 第二个div呢 叫demo 我现在要把这三个div全选出来 行吧 是不是这样就选出来了 对吧 然后我再把单独第二个div给选出来 getby什么 getelements by classname吧 是不是这个demo就选来了 并且后面的加零对吧 前面是不是一个数组 前面是不是类数组 后面是一个零对吧 现在让你看看什么叫实时的 我把demo干掉了 demo自己remove自己 demo就消失了 那东西是吧 第二个div消失了 消失了之后 这个组里面生几个了 你会发现它生俩了 它是不是实时的根据它更改 然后还没完 我现在把div 插入到页面里面去 我现在怎么着呢 我把这个div 我再创建一个newdiv 创建一个新的 就在gs里面创建一个 document.getcreateelement 这create是以后讲的东西 create就是创建标签 div创建一个新的标签 document.body.append child 是把这个东西插入到里面去 newdiv放到页面里面去 就是我创建一个新的标签 新的div把它放到页面里面去了 那东西是吧 保存刷新 再看div 有几个了 是不是这个div有四个 我刚才刷新了 刷新就是没删除了 再一刷新 是不是有四个 我选这个div的组 是先选还后选的 是在创建一个新的之前选的 创建之后选的 是不是之前 我先把人一组给圈出来了 比如说我诚哥先说了 我说当前 我要选出咱们班的所有的 不是我这么说 我说当前 咱把那所有男同学全起立 呱全站起来了 过一会儿没十分钟又进来一个人 实时的是啥意思 实时的又进来一个人 一看所有男同学起立 他也起立了 能懂意思吧 不实时的是啥意思 不实时的就是说 我这句话是过去说的 当前所有男同学全起立 进来一个男同学 他说没管我 坐那了 能懂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实时 这个东西就实时的 然后那个query selector呢 那个东西可能让你失望了 那个东西是静态的 是选出来的是副本 也是他选出来的 你如果选出来拉倒了 就是一个静态的 比如query selector 他也选div query selector all吧 他是不是也选div 他选的div 是不是一开始就三个 那自此之后 他选这三个div 就是这三个div的 一个副本了 换句话说 其他的再怎么修改 跟他原来这个组 都没关系了 所以现在我选了三个div 然后呢 我刷新 我要把第二个div干掉 demo.remove 再看这个div 是不是还是啥 跟那都没关系吧 对吧 跟你后面操作数没关系 是不是他就是静态的了 我再举个例子 什么叫静态 什么叫实时的 比如说现在 咱们看球 87踢球了 对吧 87踢球了 咱们拿个电视直播 对吧 你说什么叫实时的 是不是那头 咱们这头也进了 对吧 不能说那头 咱们这头中场休息 不行吧 咱们这头是tpl了 对吧 那头是进了 咱们这头是tpl了 对吧 显示的 这不是实时的吧 对吧 肯定是他那进了 是不是咱们显示的 也是进了 就是完全是动态的 对吧 这叫实时的 什么叫非实时的呢 非实时的你急住 cris lector 他就跟照相一样 就像照相一样 比如说现在 比如那天 咱们去开年会 对吧 咱很多同学 一个大合影 对吧 比如你们邓哥身体好 你们邓哥 是不是在中间 对吧 那天 那有个大合影 没去看到同学 以后给你们发照片 过两天 有个大合影 邓哥身体好 大拇指全指向邓哥 邓哥身体好 荒唐照照片 没过两年三年 可能你们邓哥没了 对吧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没过两三年 可能时间比较长 没过两三年 邓哥没了 没了之后 他说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之后 咱拿出来那个照片 是不是你邓哥还在 是不是你邓哥还在 这就是不实时的吧 对吧 那啥叫 跟对这个照片 啥叫实时的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一个鬼片 这个鬼片叫咒院 你们看过吗 咒院有美版的 和日版的 我简单说一下 这个美版的咒院 我不知道那咒院几 小的时候吧 我妈这人很有意思 我妈很聪明 记忆力很好 这点我确实遗传我母亲了 就不需要怎么锻炼 我记忆力也很好 我妈就是 我上高中的时候 不好好学习 然后我母亲呢 那时候也好玩一段时间吧 高中生初中生 小男孩打游戏 特别爱打游戏 我摸手打得特别好 玩特别好 有时间咱可以切磋一下 对吧 那时候特别喜欢打游戏 也不好好学习 然后物理化学就落下了 我母亲呢 本来她就在中心化验室工作的 她是化工企业 石油企业中心化验室 她也是一辈子搞这方面的 但是物理我相信她没怎么学 我妈一看 你这怎么不学习呢 不好好学习 我说拉克 我不上赶着 我妈说没事 拿起来物理书 二十多年没看了 你知道吗 爱夜日给我讲 爱夜日给我讲 就是这个 这方面特别特别厉害 特别特别聪明 我妈想说 要不是我姥爷去世的早 我妈 现在应该是研究生吧 应该 我妈是哈传果毕业的 哈工程 哈工程毕业的 很厉害 就是二十多年没看了 照着哪里能讲 就是很聪明一个女人 但是有一个缺陷 这个缺陷 就是我妈这个脑细胞 有的时候这个脑回路不太正常 有一天晚上 中午我记得 我和我妈自己在家 我爸出去 应头去了 我妈在那看电视 十点多了 我还写楼页呢 我妈看电视 看不太明白了 就不知道电视眼什么意思 把我叫了 儿子你过来看看 这什么意思 没得看明白 然后我过去就看了 老太太看了半个多小时 都快看完了 你知道吗 都看到中场了都 什么精彩部分都已经 演的差不多了 我过去看 我看三分钟 我就在 我心上就在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那咒怨你知道吧 老太太看半天 没看明白啥意思 我看三分钟 我脸都绿了 你知道吗 我妈说别的 你给我讲讲 我没看懂 我说我给你讲 我说我不敢看这个 我说别你讲讲 就看那个 我就看到后来 你确实给我下过相 我小时候属于那种 看了鬼片不敢 上个所都不敢上那种 我晚上睡觉都不敢睡 他特别吓人 他说小我 他十几岁那时候 我妈你看你没看懂 我说你站在 怎么回事给我讲讲 然后后来 我就看了一个场景 里面吧 那座院里面 有一个 就是有个女鬼 知道吧 什么怨气 什么有个女鬼 这女鬼特别调皮 然后呢 在一个古宅子里面 后来啊 就是那个宅子一开始 这个主人们照了一张像 照张像黑白的嘛 就堆放了一个 陈务室里面 给他摆放在那了 后来这个鬼吧 就特别调皮 他就挨个对着 认出来了啊 好是你光当 找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光当一刀捅死 对吧 怎么着弄死 光当弄死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 这个照片里面 那个头像 那个人脑子 没了一个 完了再弄死一个 人脑子又没了一个 再弄死一个 人脑子又没了一个 这个过程 这个照片 是不是就实时的 对吧 但正常照片 不能那样 对吧 比如咱照和合照 对吧 大目视对你邓格 邓格没了 不能邓格也没了 对吧 照片里面 人脑子没了 多吓人呢 你想要 不能哈 实时的非实时的 实时非实时的 一定记住哈 所以query slack 你就记住 这就是照相哈 照相就是 这人没了 是不是照片里 这人还在对吧 还在 不是实时的 就是镜像 镜像 哎呀 那小时候 那个画面 记忆忧心 我后来我就想 我说妈 你这脑回路 是不太正常的 看到最后 我没看明白 我这还 这有啥没看明白 我吓人你不懂吗 多恐怖啊 没感觉出来呀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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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着往下 接着往下 所以这两个听说 因为它不是实时的 所以它在用法上 极其的受局限 懂不懂 是吧 极其的受局限 除非极特殊情况 你就想选它的副本 去保存起来 你用这个 否则的话 我们不用 懂懂 是吧 否则的话 我们不用啊 curious letter 如来 现在你看一下 比如现在 div乘三 div乘三 我query selector 我问一个div 等于document document.query selector 哦 div 是不是以下 杀元素 对吧 杀元素 然后div0.cell div 第二 buck 咱看看正常操作 能不能操作 你猜能不能 inter 一天门吧 看能不能操作正常的 正常操作 它是能的 但是这哥们就特殊在 我就不是实时的 你不是通过 我数组里面 选出来的这个元素 去操作 去修改 那我就是不更改 能懂我意思吧 就是他说了 我自个修改 没事 你看我自己 数组里面删除谁 那肯定删除了 但是要不是我数组里面 选的这个元素 你要进行操作的话 我是不更改的 懂我意思吧 是更改的 所以它就跟照相一样 是个静态写照 所以技术不怎么用 但是有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 有这个东西 确实有 行了 这是选择元素的一个 方法来的操作 还有一些选择元素的 非方法来的操作 这个选择元素 未必说非的方法 比如说现在 咱们选择一个同学 我非得说 这个叫什么名字女同学 这个有什么ID 身份证号 什么女同学 再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 这个男同学 没必要 也没必要这么选 比如说增上旁边那哥们 这是不是把一个人选上来了 对吧 富浩然旁边女同学 就把揽续选上来了 对吧 都能选 就是通过一个目标 他的周边的一个环境 是不是也能选他 因为他们和周边之间都有联系吧 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一系列方法 就是基于一个元素 他周边的这种辐射性的东西 能选出元素了 比如说选我 选我父亲 没必要说选 选这个鸡鸿先生 没必要 我父亲势必代表一个人吧 以下就能选上来吧 对吧 这是一种关系类的选择 所以这种关系类的选择 也有一个语法 它叫节点数 就是它把这个关系 理成了一个竖形结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哎呦我的天 这不能删 理成一个竖形结构 比如说现在有个div div下面有span 下面有 再来个div 这个div下面再有个p 现在他们有没有一个竖形结构 最顶层的竖形结构是谁 是不是div 然后有俩孩子吧 是不是一个span 然后再来一个div对吧 再来个div 然后这个span 是不是还有 呃 span没有了 这个div是不是还有个孩子 是不是有p标签 他们有个竖形结构吧 竖形结构 咱们接下来这个方法 就是基于这个竖形结构的 所有的关系 能把他们全部弄出来 比如这个竖形结构 是不是有父子关系 有人充当爹 有人充当儿子对吧 然后是不是还有兄弟关系 有人充当左边兄弟 又充当右边兄弟吧 这些都是他们的关系吧 接下来我们就是便利 这个节点数的方法 这个总称叫便利节点数 这个总称可以忘掉 反正人家这么说的 方法呢 就是基于咱们刚才那个关系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叫parent node parent node 人家便利节点数 就是我们的一个元素 就在我们的盗目操作里面 叫一个节点 叫一个节点 这个新词 节点呢 叫原素节点呢 元素啊 什么标签啊 是不是指的都是一个人 指的都是一个人 咱们学了DOM之后 咱们的名字就更加高大上了 以后咱们管这个标签 叫做DOM元素 是吧 就可被DOM操作元素 叫DOM元素 就是把这个东西 更加高大上一点 这个词 因为你工作的时候 你毕竟需要工作 沟通交流嘛 你跟你同事说的时候 这个话语要保持一致 对吧 他有逼格 你就比他更有逼格 压倒他 对吧 第一个方法 叫Paranode 比如说 现在 假如说 给我一个 里面有个 里面有个司装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 司班 里面有个EM 现在我选 这个司班 我选司装吧 其实你知道吗 回去练这个打字 最好的方法 就是练这个 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全打 全打起来 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你练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 你对这键盘零后程度 掌握得越来越透彻了 一开始我们练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工具 我们那时候用的啥 知道吗 五六年前 七八年前的编辑工具 是edit plus edit plus 查得下 edit plus edit plus 翻译过来叫 超级机识本 就比机识本 多了一个功能 它能把你 不是 编译是 编译是不需要 这个工具来编译的 是这个浏览器编译 对吧 它就比机识本 多了一个功能 就是 你写出来一个div 这div是不是算 正常语法的一个东西 它能把你这个东西 变个色 剩下啥都没有 剩下啥都没有 它就能给你变个色 你想提示功能 你做梦去吧 没有 大括号 你都得自己打出来一个 咱这个是不是打一个大括号出来俩 那个不行 打俩 自己打 知道吧 什么东西都自己打 就这么着 把打字速度全练起来了 行了 选了它之后 通过这个死状 这个死状 这个死状是代表一个DOM元素 就是一个咱们的下面元素 对吧 选上来的一个DOM的形式 这个DOM形式的元素 这个对象 它身上有很多属性和方法 其中有一个属性 就是parent node 听我说 一切DOM元素 都有这些东西 其中有一个属性叫Paran node Paran node里面存在的是它的 存在啥 就是你诚哥有个属性 我有个属性叫父亲 我的父亲 里面是不是存着一个人 存着我爹 对吧 存着我爹 他也是 他身上有一个 他的父亲叫Paran node 存的是他爹吧 他爹是谁 他爹是DOM吧 能没有意思吧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也能找到他 这个DOM元素 能找这个人 对吧 能找这个人 OK 这是这个DOM 然后DOM 这是不是代表这个DOM了 DOM元素 也是吧 也是DOM元素 他是不是身上也有个爹 对吧 他的爹是不是也是Paran node 他爹是谁 DiV的爹是谁 ShootBody ShootBody 看有吧 Body爹是谁 HTML吧 HTML爹是谁 等会我清空下页面 清空下页面 看不着了 后面出去 他爹是谁 我错了 稍打一个 来 稍打一个 Paran node 他爹是谁 Document吧 咱是不说了 Document是HTML的爹 对吧 Document是包含HTML 就是包含的关系 就可以认为是一种负子关系 对吧 就是一种负子关系 负元素 子元素 那Document的爹呢 Document的爹说 浏览器对吧 浏览器说了 我不参与你们这个 所以你就没爹吧 Document就是顶层了 对吧 顶层了 那你不能说 Document的爹 打印出撒字浏览器 浏览器的爹 打印出操作系统 对吧 不能那么扯 对吧 不能那么扯 所以Paran node的顶层节点 是不是 就是顶层的负地节点 是不是就是Document的 对吧 顶层负地节点 最顶端是Document 行了 然后接下来看 Chill nodes 问他问题 一个元素有几个负结 一个元素有几个负结 这只能有一个负结 不可能说两个东西 同时包含一个 不太现实 对吧 是不是一个元素 找Paran node的 只能找到一个元素 对吧 那一个元素 找他的Chill nodes 找他孩子节点的 那可多了 对吧 那可多了 不一定多少个了 现在把这个Div 选上来吧 Div挺好啊 这个叫便利节点数 找他的Chill nodes 保存 是不是找出来的 肯定是一个 组 对吧 找出来个组 这个组 是不是肯定是个类数组 这个类数组 正常来说 里面有多少个人 那我再添一个呢 现在有几个人 是不是还是啥 因为你这是 得找直系的 对吧 你不知道孙子 都算了 那还得了 对吧 直系的 是不是就啥 那所以 他的长度 应该是多少 是三 对吧 然后呢 是七 是七 听好啊 同学们 我先问问大家 看谁聪明 为啥是七 这块我写了一点啊 叫便利节点数 便利节点数 我可没说 只有HChill 节点算节点 所以为啥是七呢 啊 去吧去吧去吧 为啥是七 来吧 看我的啊 DIV下面的所有的子节点 听说 Chill Nose 选的是DIV下面的所有的子节点 第一个子节点 看好咯 是这个 看到了吗 这是第一个文本节点 这是第二个元素节点 这是第三个文本节点 书标呢 这是第四个元素节点 这是第五个文本节点 这是第六个元素节点 这是第七 这是第七个文本节点 节点那是五花八门的 来我给你看看 好好给你看看 节点都分什么东西 来看这一样 先看这一样 节点的类型有很多 有元素 他也是节点 属性也是节点 文本也是 属性节点 一会来说 就是元素节点 文本节点 注视节点 Document节点 这些都叫节点 都叫节点 首先看这元素节点 文本节点 注视节点 把这个记住就行了 然后现在咱们再看 说一个DIV下面的Chill Nose 选择的是 它的子节点门 这个DIV下面来一个 注视 叫This is Comment 好 然后再来个String 再来个Span 好 接下来DIV的子节点 门Chill Nose 一共多少个 回车 看好啊 第一个代表文本节点 说这文本节点 然后第二个呢 是注视节点 能看到注视 其实它只不过不运行而已 明白意思吧 它只不过不运行而已 能看到 然后第三个是文本节点 这又是 元素节点 这又是 文本节点 这又是文本节点 这又是元素节点 这又是文本节点 是不是七个 这个能听懂吗 特别问 它的子节点门 是不是并 是并列结构的 但是会有很多吧 好 现在问一下问题啊 来整理一下 来 立下 现在有多少个字节点 对 加了一个123 在里面 这么写吧 对 Chill Nose有多少个 DIV的Chill Nose有多少个 看看正义波 看看正义波不在 你是否还能保持清醒 八个 来增上多少个 八个 李小雪呢 八个 八个 你小雪几个 几个 凌讯呢 几个 蓝讯呢 八个吧 好 厉害 几个 六指甲 几个 到底几个 九个 开什么玩笑 还是七个吧 这都叫一个文本 你别管中间 填多少个东西 对吧 你写多少个东西 这也叫一个文本 是不是都连同到 一起的文本 空格文本 加灰色文本 加这个文本吧 是不是都叫文本 对吧 这个叫一个注释吧 你不能说在里面 填点东西 才就是俩注释了 对吧 不能这么说吧 对吧 还是七个吧 还是七个 来保存上去 是不是还是七个 填字的 啥的是不是七个 没错吧 所以一定要分辨出 节点的个数 节点是分不同类型了 今天是分不同类型了 行了 这个过了 然后再来 first child last child 就是能选择一个元素 里面的第一个子节点 比如说div的第一个子节点 就是first child 应该是谁 是不是文本节点 是这东西 对吧 他的last child 是不是最后一个节点 还是文本节点 只不过空 他没有内容 他只能这么显示了 好 然后再来 是不是这俩没问题 so easy 对吧 再看 有个叫next sibling sibling什么意思 等一下 sibling什么意思 兄弟嘛 官方的兄弟说法嘛 对吧 瓜子的一个官方说法 sibling 就跟咱们说 好哥们 好兄弟 好朋友 对吧 兄弟的意思 行了 下一个 这个next sibling 是下一个兄弟节点的意思 previous sibling previous什么意思 前一个对吧 previous前一个 前人是这么说吗 是这么说吗 那个好像不是吧 那个应该是 ex什么的 对吧 对吧 ex什么东西 忘了 一个非常新潮的说法 对吧 咱看这 来 那咱选一个这样吧 选一个 选 选 选死状吧 选死状了 最后死状 死状的next sibling 是啥 next是下一个 下一个兄弟节点 应该是吧 下一个兄弟节点 不是下一个兄弟元素节点 不是元素节点啊 下一个兄弟节点是文本 文本的下一个兄弟节点 死状吧 然后他的再下一个兄弟节点 是不是还文本 再下一个兄弟节点 啥也没有了吧 是不是最后一个文本的兄弟节点没有了 对吧 OK 是不是对见 然后呢 试一下previous 选的next sibling the previous sibling 是谁 是不是自己 下一个的前一个 对吧 下一个前一个 是不是自己 前一个的下一个 是不是也自己 对吧 反正这个东西可以随便 玩玩啊 quavious sibling OK 这是便利节点数 有问题吗 同学们 说明问题 好 下一个也是便利数 但是便利的是更加方便的数 叫做便利元素节点数 比如说听说 上面这些 上面这些方法 是不是各种媒介操 对吧 各种媒介操 比如说现在 我想干一个事 我想干什么事呢 我想知道 div下面究竟有多少个 元素节点 因为你那些个节点 对我都没什么用 你文本节点 对我啥用啊 对吧 我就想知道 div下面有多少个元素 对吧 那我现在咋求啊 是不是都没法求 挺难受的 对吧 对吧 所以现在他们给咱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法 帮咱们自己过滤了一下 叫做便利元素节点数 也是这回这个节点数 它基于的是真正的元素节点 就是什么烂马戏刀的东西 全部穿达了 那东西是吧 烂马戏刀不穿达了 什么这个文本节点 数节点全没了 它都不会识别了 所以第一个方法叫parent element 就现在你再选div 再选div 把这个div选出来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方法 选出来之后 div the parent element 它的元素负节点是谁 元素负节点是谁 还是body吗 div的元素负节点 对吧 负元素节点 对吧 负元素节点 是不是div 是不是body body的负元素节点呢 html吧 html的元素负节点呢 还有吗 document不叫元素吧 document自成一个节点 对吧 它不叫元素节点 所以是空 所以parent element和parent node 就是有没有document的一个区别吧 就是parent element没有到 document啊 parent element没有到啊 这是便利元素节点数 然后接下来还有个东西叫children 啊 children 这个children呢 div的children 是什么 它的元素负节点 那有几个 一目了然吗 是不是只有两 只有两吧 这回只有两 因为它干净 干净了吧 只有两啊 它和那个chownose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哈 元素负节点 OK 好 接下来再往下看 有一个非常 没用的属性 我说一下吧 确实是有啊 有一个node.childelementquant 比如现在 这是div吧 div有一个 childelementquant 这东西是啥呢 你会发现它的返回结果是2 它直接等于children.length 它求的是它元素 子节点的个数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记了 我建议不要记了 我都记不住 挺费劲 因为你没时间你使用这个 咱child 咱div.children.length好不好 都是求子节点的个数吧 对吧 是不是也是二 一样的吧 这句话我写 PP数给你写了 完全等于吧 说完全等于这个 当前元素子节点的子节点个数 然后接下来 div的第一个元素节点叫 firstelementchild 叫第一个元素子节点 是不是 死状 div的lastelementchild 是不是最后一个元素子节点 就这样吧 简单啊 往下看 下一个兄弟元素节点 和前一个兄弟元素节点 叫 这个有点长 方法有点小长 再来几个吧 element em 再来i标签 再来b标签 b标签 ok 来 ok sign 全死状 全死状吧 好 死状 死状的nextelement sibling elementsibling 是谁 死状的nextelementsibling 是不是 在next呢 nextelementsibling 是不是em 然后他的previous 是不是回去了 再previous 是不是又回去了 对吧 再来一个previous 先清空 看不着了 再来一个previous 就是我怎么把上面代码掉出来 按一下上就行了 按一下上 他就会回滚上面代码 回滚上面代码 这个简编操作 再来previous 顺便这个了 ok了 好 没啥可想的 这些东西 记住 上面这些便利节点数 就是不区分元素不元素 便利节点数 这些方法 任何一个浏览器都好使 什么时候都好使 但是下面这一些 你可得记好了 除了这个children以外 除了这个children以外 都是IE9以下不兼容 有老班的IE9 接IE9以下不兼容 能懂得意思吧 这个我同时说下不兼容的问题 IE9和IE9以下 它是一个 是一个常态 为啥呢 因为之前你要知道 IE到IE9之前 他们遵循的规范 是什么规范 叫W3C规范 W3C规范 W3C组织提出一套方法 让这般浏览器 用这个方法来实现他们的功能 也就是说 最后咱们编程的时候 用方法是名字都一样的 对吧 这个IE8的时候 出到IE8的时候 还是零几年那个时候吧 它非常厉害 IE那个时候的市场占有率 基本上是80%多到70%多 所以它是老大哥 所以那个时候IE就说了 我干嘛遵循你那个规范呢 我的规范 那就是业内的标准 对吧 IE说我占有市场 我的市场份额是70%80%啊 所以我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任性对吧 我说不管你那事 我才不遵循你的方法呢 我任性 所以它这一任性了不得 它的很多方法 和咱们的方法都不一样 它实现起来 要不是咱们的方法 它没有 W3C的方法 它没实现 要不是它实现了 咱们没有 要不是同样一个功能 出了两种鱼法 所以IE9以下的 这些个IE浏览器 它都是很有个性的 但是也没有达到 那么恐怖的状态 就是个别的 它有不兼容的情况 然后直到IE9的时候 IE消灭了 因为那个时候 它的市场份额 再也没有那么高 IE一看 哎呀 对吧 这个 好看又低头的时候 对吧 对吧 君子能屈能伸 对吧 大丈夫能屈能伸 那行吧 我就遵循吧 到IE9的时候 老实了 遵循标准了 所以IE9以上 基本上所有的浏览器 使用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但是IE9以下 那些个浏览器 还是原来的德性 能东西吧 所以这块就是 这个parent element 什么child element content first element child last element child next element sibling 什么previous element sibling 这些都是IE9以下 没有实现的 但是IE9以下 就干了一件 有良心的事 把children实现了 能东西吧 把children实现了 所以在始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要避开IE9以下的东西 所以说真正论灵活的话 还是上面的灵活吧 但真正论好用的话 是不是还是下面的好用 因为我操作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元素啊 对吧 我也不操作文本什么的 很少操作文本吧 操作文本 也不需要这么便利的操作啊 就一般来说 还是下面的好用 但是上面的 还是说建设性比较好 对吧 对 节点记住啊 但是唯一好的 是我们的children 是都实现的 而且我跟你讲实话 真正咱们在开发的时候 用这什么下一个兄弟节点 前一个兄弟节点 用不着 基本上用不着 真正能用到的 也就是child knows和children children还真是登场率 还挺高的 能懂意思吧 它登场率还挺高 因为你想 这些东西 包括咱们的get方法 query selector方法 它都是为了选择一个元素的吧 选择一个元素 有这么些个方法 那落到每一个方法上的频率 是不是就变得很低了 对吧 而且还有很针对的选法 比如get elements get class 对吧 get elements by class by tag name 那些都是很针对的吧 很针对的 但是选择来个精准性更高 所以一般情况下 也就咱们能用到children这个东西 也就能用到children 好了 然后接下来 咱们讲这一篇 讲完这篇 咱下课 咱们每一个节点 就是说 每一个节点 基本上都有四个属性 每一个节点 基本上都有四个属性 什么叫每个节点 元素节点 算节点吧 是不是 文本节点 算节点 对吧 那些节点 都有这四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是node name 咱讲一下这个属性 node name 比如document 你也是个节点 你叫document节点 你肯定有个node name 你的node name 打出来之后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显示它的node name 对吧 然后我再看 咱们这样吧 把div选出来 div的第一个 thefirstchild 是不是一个文本 文本的node name 是不是计算test 然后div的第二个节点 是不是注释 是不是注释节点 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 哎 div的 怎么回事 啊 干嘛呢 我把这个div 哎 对呀 我看看 div 啊 什么呀 div的channels 对吧 div的channels 对吧 它的子节点们的第一个 是不是这个注释 对吧 接点第一个注释 然后这个注释节点的node name 是不是comment comment 对吧 然后咱看元素节点的注释 是不是第三个了 第四个了 就是元素节点的一个node name 是不是strong 第三个是不是strong 对吧 元素节点 就这个node name 你就看看就行了 它能区别出你这个标签是什么东西 什么名对吧 node name 返回一个字幕串吧 返回一个字幕串吧 只读的 不能写 有这个属性 你想往里面复值 不好意思 不可以 如果把你的node name改了 你不是strong吗 你改成abc 挥车 然后再来 childnodes send their no name 挥车 是不是还strong 是不是改不了 只能写入 就是只能输入值 什么 只能读取值 不能写入 对吧 只能读取 不能写入 然后看第二个 node value 这个node value属性 就不是所有的节点都有了 它只有文本节点和注视节点 它是有的 文本节点和注视节点 它是有node value的 来咱看 div.childnodes 的第0位是文本节点 是看一眼 是文本节点吧 然后文本节点的node value 是啥 比如说现在 取值 是不是能取出来这个 然后负值呢 我想给你负个123 我想给你负成234进去 看能不能改 一回车 是不是改了 你再看 再取它的值 是不是变234了 你再这么来取值 它是不是也变234了 对吧 只不过这样去取的是节点 这样去取的内容 对吧 node value node value 然后div.childnodes 的第一位 是不是注释 注释是不是也有node value 是不是这样的 我给node value 能不能改 它能写 能写入 能读取 叫that is common 回车 再看 childnodes 的第一位 是变成这个吧 that is common 没问题吧 comment就是注释的意思 comment的注释的意思 OK 这是node value 只有这两节点 你要说 这不信 来吧 document.node value 你看有吗 其他节点都没有 其他节点都没有 然后下一个 终于讲到重点了 node type 这四个属性里面 最有用的就是node type 这个node type 能干嘛呢 它能帮咱们分辨一个节点 到底是什么节点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个节点 我也没告诉你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不能按人的视角去看 你怎么让机器去分辨出 这是什么样的节点 只能通过这个node type属性 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node type属性 node type属性里面包含的是啥呢 装的是啥呢 看这 我在这个节点类型这一页 把这个节点类型都给你分出来了 元素节点 属性节点 文本节点 注释节点 document节点 文档随片节点 文档随片最后讲 GS最后一堂课 这么多个节点都给你讲 都写出来了 但是这么多个节点 后面你会发现都跟一个数 这个数不是按数据来的 这个数是啥呢 你调用该节点的node type 它给你返回的数 就是对应的数 比如元素节点 node type 返回解 返回1 文档节点 node type返回解 返回3 然后注释节点 是不是返回8 document节点返回9 对吧 咱拿document的试一下 document节点 node type 肯定是9 对吧 肯定是9 然后div.childnode 1 是不是注释节点 注释节点 node type 谁记得好 诶 注释节点 1是元素节点 2是属性节点 3是文本节点 8 8 懒蓄力确实不错 是不是8 对吧 8 不对 这QQ不是我的 啊 现在同事 放心啊 我不知道你们玩不上QQ 我已经需求不玩了 就有七万年了吧 七万年了 但现在我想看你们的交通方式 有时候还是拿QQ的 对吧 还拿QQ的 这腾讯的每一个产品的商业定位都是很准的 微信就是对白领了 因为微信这个东西吧 它经常只能提供这种聊天 画图片这个功能 对吧 提供不了什么一些其他的附属的 什么这个养个小企鹅 什么那种东西 提供不了 什么黄钻什么提供不了 对吧 提供不了 但是对于这个青少年儿童是不提供的 年轻人好 我明天我也用 看文本节点 文本节点的 no tab 是不是三对吧 然后 三 第四个是不是元素节点 元素节点是不是一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 我们就能分辨出哪些事 比如现在 咱玩个小游戏 现在咱能选择div 我想把div下面的元素节点全挑出来 放到一个数族里面给你返回 比如这个 我要封装一个方法 叫return element child return element child 里面放一个参数进来node 现在你传一个node进来 我也把node的所有的 直接子元素节点给你返回去 怎么办 比如现在 我要执行这个return element 是不是把这个div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我想把它 我让它返回 关注返回结果 返回的是啥呢 我让它返回的是 我这个div里面的 所有的元素子节点 子元素节点 并且有个规则是 你不允许用tudent 你用tudent直接返回来 对吧 不允许用tudent怎么办 叫no children 不允许用 怎么办 先放循环 先拿一个数据来接收吧 接收一会儿东西 对吧 然后呢 是不是放循环 握一个i等定 i小鱼 node点 child nose 点lens吧 你是不是咱思路是啥 思路是 那你不让我用tudent 我只能用telnose了 你把telnose便利一遍 然后把node type等于1的那个元素 是不放到框里 no type的1说明你是 元素节点吧 no type1是吧 啊是吧 那咱最好写的丰满 把每个程序都写的标准点啊 咱都到这份了 咱们写的标准点 len等于 no的点 childnose childnose 点lens 是不是省得他每次都掉用 咱尽量省点效率啊 你三个三个连点啊 两个点啊 那是取两次 很浪费效率的 哎家家 咱们初级是为了实现功能 高级工程师是为了优化效率 再高级是为了优化整组的效率 成为框架史啊 比如说什么叫框架史 你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比如盖楼 你知道有一次重庆吧 还是哪啊 盖了一个世界金字记录啊 中国盖楼的速度 一向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是领先的 重庆有一次是11那天 10月1号那一天 在一个空地上 啥也没有很多人出差旅游了 回来之后七天的时间 回来之后出来一个五星级酒店 可以入住了 七天的时间啊 七天的时间盖好 特别厉害 有一个很长的 好多年前一个新闻啊 七天盖住了一个一栋建筑 还是个五星酒店 抗震据说还能抗震七几 七天盖出来 抗震七几不十一几啊 反正吹的挺玄乎的 他们那种盖楼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人特别厉害 把这个楼给进行了一个组件化的划分 你就盖这 你就盖这 然后同时一起起 两天其实也盖完了 后四天是里面装修铺线什么的 两天其实盖完了 但是就是说 打地基人打了很长 打地基打了一年多啊 就是盖起来的速度 一下就起来了 特别厉害 美国盖一个楼的七八年 五六年有的时候 知道吗 他们很慢的 很慢的 中国人是很快的 就这种框架级别的 在工业级别的 挪到这种互联网级别的 这就叫框架式的一个作用 你怎么样分化分解 你这个框架 让每一个人协调配合的流程更快 来听我说 让每一个人协调配合流程更快 更省时间 更好维护 更好拆解 这是一个高级框架式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高度 他们是很厉害的框架式 行吧 然后咱咋找 if if对吧 if啥 if 咱得把这个child最好也拿出来对吧 node的点 child knows 那还不如先拿它呢 先拿它的话 怎么着 咱直接child就行了吧 是不是child来两次给了 还不如先拿它的 那ififchild的 i的 no type 等于等于 一吧 绝对等于吧 我们怎么着 我们让框里面把你 扔进去是不是完事了 把你扔框里 最后 最后 怎么着 re turn 把这框 re turn 完事了 再看 实际返回了 这是不是它所有的元素节点 当然 咱们如果想把它做得更丰满 怎么办 更像系统那个东西怎么办 这还用arr吗 是不是类数组 对吧 类数组tempo 把里面是不是 弄成啥 让lens 等于零 让push 等于arr 叫plotap点push 对吧 然后是不是这块是 temp点push了 就现在返回了 46 46好像在哪 哎呀 反回的是 temp对吧 怎么写的这样 也行 应该是给对习 应该这样吧 我看这怎么对习 对应该这么对习 应该这么对习 它是不是返回了 怎么让它更形象点 让它看起来 它就是一个数组 加啥方法 我看谁记得 加啥方法 这啥方法 suprise对吧 suprise 怎么读 suprise 你这么自信吗 suprise suprise 有了suprise 方法之后 它就会在内部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弄的 它就会在内部 这是系统原码 我真没法踩开看 它就会在内部 把它给弄成书主 看起来像书主 至少看起来像 对吧 保存刷新 你看到 是不是和书主一模一样了 涨的 至少在控制台上 涨的一样了吧 对吧 至少涨的一样了 对吧 这就是一个高级方法了 然后之后 你可以把它封装好 OK 这么来用就行了 OK 这时候没问题 通过这个东西来辨识吧 然后我再说一个特殊的 属性节点是啥呀 属性节点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吧 属性节点 你先记住一点 属性节点 基本上是没啥用的 但是它存在 我跟你讲一下 什么叫属性节点 比如现在我们给这个 在上面写一个div 这个div呢 有id 有only 有这个class 有demo 这是不是一个div div上面是不是有俩属性 每一个属性 什么叫一个属性 是不是从这到这 都叫一个属性 这一个属性 在gs里面才认为 你是一个属性节点 然后你的节点类型是 能不能用意思吧 那怎么来在gs里面查看它 比如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属性节点 对吧 怎么来查看的呢 还真有一个方法 把上面的杀了 不需要了 好 这些东西都注释掉吧 也不需要了 这个div是不能被选出来 对吧 看这四个方法 还是这四个方法 这四个 看这四个属性 这四个属性 notype之后 还有一个attributes attributes属性 就是该节点的一个 属性节点的集合 attributes div的attributes就是 这个div有几个属性 两个属性吧 这个attributes就是 这两个属性节点的集合 就把这两个放到一个 数组里面 类数组里面去了 而且这块你明显的感觉 就是类数组吧 对吧 它都没给你装成那个模样 对吧 明显的感觉来是一个类数组 然后并且呢 你如果看到第零位的话 它第零位是不是就是一个节点 属性节点吧 这个属性节点的 node tab它就是2 所以怎么来展示这个2 就是这么来展示 懂我意思吧 就是这么来 当然这个属性节点 有没有啥用 咱看一看 我给你找找它的方法 thevalue试试有没有 回池 有吧 是不是有 thename 是不是有 就是你可以把它的属性节点的名和值都取回来吧 而且能复制吗 咱看看 thevalue能等于demo吗 能等于abc吗 回池 看看div 是把id变了 是不是也能复制 就通过这种方法能复制能改是吧 对吧 咱看看来个狠的 咱们也改y流了 我改的name 那name的abc 回车再看div 不行吧 准备发把id改 属性名准备要改 属性值能改吧 是不是通过这种方法能改 对吧 对吧 通过这种方法能改 div.artributes.name什么的 但是咱们不这么用 真不这么用 因为咱每一个属性都可以通过一个div后期的一个东西 后期的一个方法叫setartributes 和getartributes去取 那时候通过这个方法来取更加科学啊 反正不通过这种土阀子来取啊 反正你就知道这个artributes它代表的是一个属性结点的集合就行了 该元素的属性结点结合能懂是吧 然后每个都是一个属性结点 结点还有一个方法 每一个基点都有一个方法 叫has child knows 翻译过来是啥 has child knows 就是它有没有子节点吧 那返回的结果不是 true就是force对吧 那来吧 这个div 这个div has child knows吗 这个方法has child knows吗 has吗 有没有 这个div有没有 有吧 是不是错 那里面我不要这个了 我要个注释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吗 这还有啊 这不是child knows吗 人家说节点也没说元素节点对吧 没区分哈 节点类型是不是有 再来 来之前得改一下对吧 啥啥都没有了 这位还有吗 这么坚定啊 有没有 有吗 立下 那个晚序呢 叫晚序就不适应了 烂序 没有吧 有吗 在序上有吗 处还是force 处啊 有没有 处吧 这是空吗 这是空吗 我保存了哈 我没骗你哈 保存了 看不看到 又保存一遍啊 是空吗 这个 不是空吗 里面是不是还有这么大堆文本呢 虽然说是啥也没写 是不是也算文本 这是空格文本吗 对吧 这是文本啊 这不能叫空格文本 这叫什么 文字分割符文本 对吧 文字分割符文本啊 但是我把这个东西删了 现在还有吗 就是force了吧 当切紧当这种形式的情况下 它才为force 万般你里面有个空格回车 它都不可能是force 它都是true 属性节点 属性节点是这个div上的 不是div里的 听到我意思吧 比如说 我有一些属性 但是我可能说 以后还有儿子 还有姑娘什么的 对吧 那是俩东西 对吧 找我的孩子们 是不是找他们 找我身上的属性 是不是找我的啊 吹吹吹吹吹吹 对吧 那是俩东西 这个方法是 看它里面 有没有孩子节点 对吧 有问题吗 这块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咱们 好 留几个作业 留几个作业 这几个作业呢 回去写 这是相当于咱们寒假作业了 相当于咱们寒假作业了 我看啊 还不行 还不行 这样吧 这样吧 这个作业再说 这个作业再说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这个函件安排 用录视频吗 把录吧 咱们今天上完之后 咱基本上就放假了 放假完之后 咱再回来时间13号 希望别忘了 然后这个寒假呢 大家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时间吧 我给大家一些休息时间 不能说咱光学习 对吧 咱生活 学习和娱乐 要都兼顾 对吧 所以每天呢 我不要去你多 每天你抽出来 七个小时学习就可以了 对吧 多吗 不多吧 我算过一笔账 对吧 现在年轻人 你睡眠时间是很短的 每天 三小时吧 你们不都不学校吗 一般都六个小时可以了吧 听我说 听我说 这个之前 这个研究睡眠 智囊的科学家吧 之前是英国的科学家 他研究出 人最科学的睡眠时间 是七个小时 但在14年年底的时候 发布一个新报告 他说人一天 睡五个小时就够了 其他那些时间 你是不用睡觉了 你要困的话 只是你生理上的一些 惯性 习惯了就好了 那东西吧 所以我给你算一笔账 24个小时 减五个小时 是不是剩19个 再给你算成洗漱 赖床的时间 对吧 再算一个小时 大概是18个小时 还是18个小时 对吧 18个小时 我只要七个小时学习 是不是还可以 你还有十一个小时 可以玩对吧 还有十一个小时 可以玩 开玩笑 每天你给我学 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就行了 但你要不学习 坚决不行了 过年的时间 你可以试探放松放松 我会留一些作业 这些作业 我就不给你分时间 之前我留在头分时间的 这个天你干嘛 那天干嘛 那我感觉分时间 给你的心理压力 比较大对吧 你总觉得 这几天我要学什么东西 对吧 我可以给你一种 放松的学习方式 我把作业一丝性给你 但是呢 这个作业 你听我说 这个作业 我每一次都会查的 每一次都会查 之前放假的时候 是定期往我邮箱里面 投机作业 然后我定期统计 有咱们统计员统计 但这次呢 也不用了 这次就回来之后 会有专门的人 大概是两三个人 核查每一个同学的 这个作业情况 完成怎么样 也包括我 我也回现场看一下的 但是如果写不完的话 也没什么事 说下惩罚措施 我的每一个视频吧 它都是没有字幕的 所以有的时候 说话说太快 有可能再 对吧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听我说话 可能说过快 对吧 或者听的时候 比较别扭 所以你要是不写的话 就是我相信 会有一些人玩不成的 对吧 大概凑个十个同学 每个人配两集字幕 如何 我统计过 我大概不算过 我每一集视频里面 每一次视频里面 说的话 大概是五六千句 对吧 五六千句好像 都少大概一万多句 正常一个成年人 两个小时 能说出来好几万句话 很正常 两个小时 能说出来一万句话 可以尝试一下 对吧 配字幕 配字幕 挺好 我觉得这挺好 也方便西家同学了 对吧 他说成哥 我特别有贡献精神 要不然我配一个试试 我可以先发一集 你先尝试尝试 有时我自己说完的话 我自己都记不下来 说完之后 我还得重新到 还是挺费劲 所以这个 一个小惩罚吧 对吧 对你还是有好处 因为你可以看好几遍视频 对吧 配的过程中 你就全学会了 很扎实 行了 咱们就订个达成共识 你要是完不成的话 就四级视频 行吧 四级视频大概是 因为我觉得两级不太够 可能 四级四级 四级视频 达成共识了 马上都同意 对吧 行了 来说一下 假期安排 假期作业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会给大家发一些读书的材料 这些读书的材料 有读书材料 没有咱们 基本上没有咱们没学过的 都是我讲过的 我再说一遍 那个书吧 我给你拿回之后 你一定要看 有个人说 跟我说中央当看什么书 你不用道歉 我会给你发的 我把PDF给你 当然你想买这个纸质的也可以 但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记书的书吧 纸质的 你看完一遍 基本上书是什么 因为看了一遍 再也没必要第二遍看了 就是 我就泛泛的 看了一遍 复习完之后 记住之后 你完全零价在最舒适上 这个书就可以扔了 没用了根本 所以买纸质书吧 你可能看这方面 但是我不太建议 你可以去买 但挺贵 记书书你知道都很贵了 都很贵 我会发你一些PDF 你去看 但是不是很多 确实不是很多 然后到时候我给你列个单子 我把这个PDF都发给你 然后第二个作业呢 就是说 我会发 发两集到三集 预习的一个视频 预习的一个视频 就是下两集到三集的一个课 你可以先预习预习 方便咱们回来讲 推进进组 那东西是吧 你可以先预习 那这个 你可以看得粗糙一点 就是这块不太懂 不太明白 无所谓 但是第三个罪 就是你必须要把我之前的视频 全部都捋一遍 至少你把笔记 全部给我记出来 那东西是吧 第三个视频 我就看结果 就看笔记 你一定要懂 一定要会 然后会发一些 把之前咱们做过的一些题 包括没做过的题 包括二三期 四期同学 他们最近的笔试题 面试题 我会汇总 给你们发过去 发过去之后 你把你能做的题做出来 这个能做题做出来 你自己挑 那个题特别特别多 它每个人汇总很多 你把题的题目抄下来 然后答题的一个 就是答案写下来 放到一个TXC文档 或者Word文档里面都行 然后去总结出一份 你不但交给我有用 以后你自己复习是不是有用 你总结出来 能懂是吧 一类是一类了 总结出来 然后这是一个作业 然后还有作业就是 磨写页面 就是ATXC文档 你不能去玩 你去扔它 那时候还有用的 我会留三到四个页面上去磨写 第一个页面 你可能说花时间长的 两天到三天 往后就简单了 一天就把这 因为你看 你熟悉了这个页面 的一个磨写过程之后 它是很快的 比如说写了一个 有一个可能是58通诚的页面 58通诚页面 其实你看这一大堆信息 没多少 很简单 这都是啥 这很简单吧 一个浮动 是不是全上去了 然后往里粘信息 一不一把事的吧 对吧 我把通诚主页 还有一个是新浪微博主页 那个东西是很好的 新浪微博 就是我们那时候 在公司里面 一开始开研讨会的时候 说这个 就练习这个感觉 就给新人怎么样 弄一个练习 都弄的是新浪微博 这个主页 新浪微博很好 它布局结构都很好 这样的一个布局结构 新浪微博 就已经很好了 在一个是淘宝 一个是新浪微博 它的布局结构很经典 你按它来写就行了 你会发现这头是不动 对吧 你怎么动 它都不动 对吧 很好的 写全页 但是你不用 你不用往死了 我还拉 对吧 你往死了 我还拉 你拉到明年 你拉不完 对吧 就是差不多就行 写全页差不多就行 就是你能拉到底 但不用让它多加载了 就可以了 OK 就是几个 几个摩起颜面的问题 然后其他的就没啥了 其他的就没啥了 这些罪业 我觉得基本上就够了 一个月的时间 哪个罪业 哪个罪业 查找单个字母 那个当做寒假作业 你们先写着 我先写着 那个单个字母 那个我还暂时不想跟你讲 因为它很简单 它没啥巧的方法 它第一次出现的 就俩循环 上面一个循环 下面一个循环 完事了 字符串去虫 大哥大姐们 字符串去虫难吗 把它放成书组 再书组去虫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吧 那用起来 那个东西 Split 空打成书组 然后书组去虫 再拼回去 是不是完事了 再转就完事了 对吧 再拼回去 字符串去虫 那东西不用了 然后 作业就没了 作业就这么多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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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